院人士就透露 翁祈慧在任内订定了 计转利益回避内归 但是技术转移时 他自己确实没有揭露女儿 翁玉秀持有号顶股票 最后呢甚至还违规卖股 此外交易时 营业员跳过持股人翁玉秀 直接跟翁祈慧接洽 现在也被人怀疑 难道翁玉秀是个人头账户 中央研究院院长翁祈慧 摄入号顶案持续延烧 翁祈慧声称身体不适至美不归 不免让人联想难道是在逃避责任 社令地检署3月31号 也低调约谈4名相关人员 理清案情 而现在又有中研院人士出面踢爆 翁祈慧定下规则却知法犯法 2012年翁祈慧定下利益冲突 回避原则包含技术转移时 必须揭露亲属持股状况 另外在两年内 也不可以投资技术转移业者 但翁祈慧却连续返自己定下的规定 2014年4月技术转移时 没有交代女儿手上持股状况 后来卖掉股票 也等同打脸自己定下的规定 愿有愿归 但外界最关心的是这一买一卖之间 到底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 他解盲的过程完全没有角色 翁院长其实他跟临床没有关系 他本身只是science 强调解盲过程翁祈慧什么角色都不是 因为内线交易认定的关键就在这 如果实验过程参与者能看到数据 解盲前卖股票就明显有内线交易的嫌疑 但如果无法事先得知数据就很难认定 另外证券营业员跳过持股人翁玉秀 跟翁祈慧接洽 如果有授权书也不构成违法 但如果没有授权书 不免让人怀疑翁玉秀 是不是只是人头账户 整齐案件不说迷离 恐怕得等到翁祈慧回国才能给个交代 继续报导